每年五月最后一个星期一 是美国阵亡张氏纪念日 也是全国假期 每年的这一日 纽约华裔退伍军人会 都会号召会员参与游行纪念活动 由唐人街的会址 行到华裔军人钟列坊 举行追思仪式 2000时期 纽约是全国最多华人参军的地方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处身大时代 生活在异乡的北美华人 如何自善 互相關於中共 之外 我们要军之为我们的家 互相军之旅 火星 而且身不由己 是禍是福 命運往往出人意表 在溫哥華的唐人街 一座近年由市政府安放紀念碑 表揚百多年來 華人為加拿大作出的貢獻 紀念碑一邊的雕像是鐵路華宮 另一邊是華人士兵 不過諷刺的是 二戰之前 加拿大政府千方百計限制華人參軍 所以二戰期間 百萬大軍之中 華裔軍人只佔不夠八百人 是因為他們有規定 而規定是 你可以加入軍隊和軍隊 如果你是英國共和國共和國 好 那是否應該參軍 亦有很大分歧 因為有一個人在抗議 因為有一些人說 為何我們要抗議 為了加拿大 我們要抗議 貸貸貸貸 來港 然後他們承認 行 除了中國人 從來港 所以為何我們抗議 為了加拿大 但是年輕人說 我們應該要有 貸貸 我們應該要做這 為了加拿大 在戰戰 九十三岁的黄炳芳 记得在二战初期 就算上参军 都只准加入陆军 就在二十三岁那年 他主动要求入伍 如果我加入军队 表达我的国家 希望之后战争 他们会给我选择 黄炳芳是华人移民第二代 在加拿大土生土长 他说当时家人反对他参军 但是他仍然坚持 因为他在种族歧视下成长 希望得到公平对待 在军队里面 黄炳芳如愿以上 得到和白人相同的待遇 当年他负责武器维修 跟随炮兵队 在前线出生入死 还曾经在洛曼娣 和德军正面交锋 美国是盟军的主力 战争期间 规定凡18至45岁的男性 都要当兵 所以二战期间 有万五至二万名华人参军 占华人人口超过两成 我那时候宁清 身体很神弱 一百磅都不够 但是当兵的时候 你不够一百磅 他不会拿你的 验身的时候 那些人叫我 你进去厕所里面 喝三杯水 我又不知道有什么事 我便尽量喝三杯水 喝了出来 整个磅就靠中了 所以被他娶了进去 康荣耀分派到海军服役 是所属小队里面 唯一的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 都和白人一起训练 黑人训练 黑人训练 在我那时候 大家一群灵清的 都不觉得有为有歧视 大家是军人 要服上军令 我出国的时候 很不舍得 很不愿意 为什么我这么宁清 要去牺牲呢 但是你醒来 那么多人 都是一样 不是我自己一个 初初成天呈那时 打得很害怕 一听见他说飞机来了 是很害怕的 打开来 就很平常 就像吃饭机 又来 又一盏 这次大战 中美结盟 美国派出空军第十四队 到中国和日军对抗 为方便和当地人沟通 这支空军队伍的后勤 还全部由华裔军人组成 我们华侨那些大罪 就是一千五百多人 总共有六罪 其中两罪就是signal 就是communication signal company 那些人是台山人 去到分开很多飞机场之后 他们其中说 用台山话 在无声箭讲台山 因为很多事 不让日本知道 王炳光是在中国长大的移民 而他的队友余啟迪和林华健 就是在美国土生土长 这次出征 他两个是第一次到中国 反而令他们更加认定自己 美国公民的身份 完全不同的国家 在那时 有很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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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 但最主要是 战斗于美国 因为美国公民 是我们的家 有很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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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想到来到无奈就要当兵 而且派回去中国 担任空军情报和翻译员 因为中文军队 当时很集排军的 没什么训练 连飞机都没见过 有飞机在上头飞 通通地拿出去砍飞机 美国空军树上一落炸弹 和寄箱枪 打死都不像结果 当时中国吵了 美国空军炸他 以后我们怎么防止 我记得当时我24个小时 不用附认 和他训练中文 寄去杀案的Hackorder 是怎么打的 能够在战场平安回国 五角良觉得自己很好彩 在二战当中超过200名华裔军人阵亡 他们为华人带来荣耀 令华人的地位提高 推不出来的话建国自己很共鸣 因为打完整我们回来的时候 美国人都对当兵很尊敬 黄炳芳当年的军服 现在就放在加拿大华裔军事博物馆展览 他当年莫晋升做陆军下士 同样在战场上出生入死 但是他对自己当初参军的决定 始终无悔 一身的军服 令华人对他零眼上看 他退役之后 莫准加入政府部门 做了36年公务员 而且可以堂堂正正用公民身份投票 行使过去加拿大华人一直被剥夺的公民权利 我常常告诉我的孩子 在选择时 我说 不管什么 你必须要选择 不像其他人生的 他们自然有所有的权利 我们必须要斗争 然后死亡 为这权利 战争 也为华人带来新的工作机会 好像美国国防工业 一向不会聘用华人 但是战争时期 由于需要大量劳工 于是他们都要向华人招手 而另一个重要的影响 是1945年 国会通过战争新良法 容许军人带外籍妻子回美国定居 于是在二战结束之后 就掀起了一轮 禁山兵戈回乡下取妻的热潮 为何有很多华侨返回乡下取妻子 因为华侨在这里 家庭不太多 觉得是单独 那时的性格是 五男孩和一女孩 所以没有办法找到一女孩 以前单独男人 多数去打麻将、赌博 很多人 因为没有地方去 对嘛 Gi班回来之后 个个人有个家庭 有个妻子 有个孩子在家 他一做工资就马上回家 对社会的轻易就很大 因为战争新良法 而嫁到美国定居的华人新良 估计有六千人 之后华人社会 更加出现一阵婴儿潮 美国华人人口 由1940年的七万七千人 十年间飙升到十一万七千人 除了过负新良和新生婴儿之外 战后中国掀起的留学美国潮 也都带来一批又一批的中国精英 当中包括 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美国的科学 科学在世界上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科学的 尖端的科学是在欧洲 可是打仗的前后 一部分是因为希特勒 赶了很多犹太人的科学家 赶出欧洲 所以很多人都移民到美国去了 所以到了1945年 很显然世界的科学中心就改到美国 所以很多学生都去了美国 我也就是1945年去的美国 中日战争严重摧毁中国的基础建设 百费代兴 人才更加是建设国家的动量 所以在1944年 战争还未正式结束 国民政府已经设立奖学金 举行考试 选取研究生到英美留学 这股留学潮一直维持到1950年为止 五年当中 估计到美国的留学生有近六千人 这些出国的学生 基本上所有的人 我想是99.9%的人 都是预备在外国得到了学位 比如说是得到了硕士学位 得到了博士学位 就回国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沉寂了上一代的传统 我父亲 他们那一代 跟比他更早的一代 都是到美国去念书 完了以后就回国 所以那个时候 长期留在美国的观念 是没有的 这是一方面 另外呢 也不可能 就是 那个时候 美国的法律 移民法律 是使得了一个在美国以外出生的 华裔的人 基本上很难 长期留在美国 更不要说变成美国公民 一班留美学生意想不到的是 二战结束之后几年 中国就变天 政权转型 之后韩战爆发 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战场上 成为敌对双方 原本毕业之后 就要回国的规定 基于政治原因 而全盘打乱 中文字幕 李宗盛 1950年6月 韩战爆发 四个月之后 中国介入这场 在朝鲜半岛发生的战争 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细成水火 大时代逆转 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 当时 在美国事业 发展如日中天的中国科学家 钱学森就是其中之一 1935年 他以庚子赔款奖学金留学美国 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之后 继续留校进行火箭研究 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念书 是非常非常接触的 后来美国政府在德国投降了以后 派了一组人 是军队组织的 可是成员是一些科学技术的人才 是到德国去接受德国的这个火箭 那么这个很少的几个科学家之中呢 就有年轻的前学生 所以这可以代表是 是前学生当时 在美国的国防工业里头 是大家对他非常重视的 1950年 钱学森被美国政府指控 他曾经加入一个共产组织 连他的工作亦被受打击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1950年6月份 去去询问齐学森 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 齐学森当时的回答说他是不是 他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党员 但是呢美国政府就是联邦政府 认定他是共产党员 那么就因为这个吊销了他的 保密的这个资格 就是不允许他参与这个 保密的军工的这个研究 这个对齐学森的刺激非常大 同年八月 钱学森决定离开美国 将自己的笔记簿整理好 打算带回中国 谁知道临离开之前 美国政府指他偷运机密文件 之后还将他拘捕 关押在加州的拘留中心 十五日之后 他虽然得到保释 但是就被远禁不准离境 在这段时期他处境非常不好 就是说每个月要去向移民局报告 FBI的这个探员会经常会跟踪他们 电话会被监听 他们的这个信件很可能会被拆开 所以而且对他们心理上打击很大 钱学森的遭遇在中国留学生圈子 敲响了警号 包括李恒德 他也打算回国 于是走去移民局打听情况 我到移民局一问话 移民局说你根本就不能回去 移民局给我一句话 就是说你 我可以给你一千两路 我劝你一条也不要走 一条也不要走 韩战初期 美国对于中国留学生的去留 没有明确的政策 但是一年之后 总统杜鲁门就下达禁令 凡是独理、工、聋、医科的 中国留学生和学者 一律禁止离境 美国人认为 中国你刚刚见过 你就和我们美国打个拼手 所以美国人也有点害怕 主要是怕你中国更强 因为他们认为 这个中国留学生回来 肯定帮助共产党来建设 所以他就害怕中国人回国 施昌水是中国著名的野矿专家 他在1948年到美国留学 他记得当时美国政府 甚至将部分中国留学生的护照没收 目的是随时用非法居留的罪名 将他们自罪 坚决要回来的人 至少我知道有那么两三四个人 他被拘留起来 说你非法拘留 因为你没有护照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讲理 也是后来我们为什么要施行回国的斗争 1952年 包括施昌水在内十几个留美中国人参加 期间商讨如何去争取回国 我们当时议论就是说 如果要想回国 你必须有一个回国的有效的时机 所以我们当时在夏天营商量 就是说现在先不要谈这些 我们要等一年再说 要等一年看看战争能不能和谈 所以和谈我们就可以 1953年7月韩战停火 李恒德、施昌水一直等待的时机 终于来临 他们决定联储向中国总理周恩来上书陈情 内名就是我们说 我们现在在美国的留学生有五千多个 我们有些人想回国 就是希望政府应该帮助我们回国 但是怎么样子写给周总理的信 送到国内 这个难度就更大 因为当时你不敢到苏联大使馆 你也不敢中国和美国 我也没什么联系 所以以后通过印度大使馆送到国内 联储信正好在1954年4月 联合国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之前收到 中美双方原本要就韩战结束 进行和平谈判 结果释放被美国扣留的中国留学生 就成为会谈的一个新议题 同一时间 私窗水和伙伴也都加紧在美国本土 发动宣传 我们要叫美国老百姓都知道我们要回国 这样子他就不敢随便抓你了 所以我们当时做了大量宣传 宣传要回国 我们写了上千封公开信 还给这个埃森浩尔当时总统写了个信 写信就是说我们要回国 是吧 我们不是从回国帮助共产党 我们是属于建设的角度出发 我们有家中国人提倡孝道 有些人还没有结婚 所以就用这种口吻 给埃森浩尔写了封信 报章有关私窗水和其他中国留学生被禁止回国的报导一出 得到不少美国人的同情 甚至批评自己的政府违反人权 美国政府最后终于答应给中国留学生离境 但是就要中方释放扣留在中国的美国人 包括在韩战被俘虏的十几个飞行员作为交换条件 1955年4月 美国政府正式宣布撤销禁令 准许中国留学生回国 同年8月 钱学森也接到美国移民局通知要递戒他出境 被远禁五年之后 他出之可以和家人踏上归途 回国之后 钱学森钻研火箭技术 带领中国发展导弹和人造卫星 而私窗水归国之后 亦研究出多种航空和运输用的金属新材料 可惜政治运动接种而来 留学美国的背景令他们在文革饱受折磨 在50年代 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当中 选择回国的估计不超过一千人 更多选择留在美国发展自己的事业 其中包括杨振玲 我在1949年秋天到Princeton 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很清楚的 就是我在做几年研究工作 就要回国去 很可能就变成那个学校的教授 事实上当然 经过了杜鲁门这个命令以后 回国就变得很困难了 那么同时我在那边的研究工作 做得非常非常成功 所以呢 我在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就留我在那长期待下去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就走着一条路 是没有回国 我们应该记得 每个问题 我们今天面对高贡政 到国际上的邪恶 都在国际上 都在共产党主义上 都在共产党主义上 1950年到1954年 美国在参议员默卡锡的煽动下 全国掀起反共的白色恐怖 数以千计涉嫌和共产党扯上关系的人 包括学者、新闻记者等等 都被国会传召文化 甚至被逼要互相揭发 当年的华人移民当中 虽然主要是亲国民党 但是也有不少人 支持有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 我在这里出生 因为我父母一直都在进步 同情共产党的父母 都希望我在这里做 学生做医生 回到中国 在医学院教书 训练新的医生 为国家福我 受父母影响 蔡刘伦在1954年加入华侨民主青年团 三藩市一个左派组织 还经常参加活动 有喜剧 有屁股 有打球 有青年喜欢的东西 有很多理论学习 什么叫做矛盾论 什么叫做失战论 我就是在文青 我就没机会读这些东西 全盛时期 文青的会员接近200人 由于组织规模越来越大 于是就成为联邦调查局针对的目标 他们对我们的活动 有个picture 正为我们朋友之中 有些都帮忙了FBI 收集很多资料 关于我们的团体 文青有个别会员 甚至被跟踪 派FBI跟踪你 恐吓你 甚至在他们的家长 来警告 甚至在工作 我们受了这个压力 很多人都怕 我有时候见了朋友 跟他打招呼 说一下乡下 那些朋友 说完了 Goodbye的时候 他们就跟着找到他 在他那里来调查我 就是这样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变成个个人很害怕见我 从已经解密的档案当中 可以看到 联邦调查局 当年掌握文青的会员名单 和开会记录 195年12月 美国驻港总领事 张来德提交报告指 大部分华人 都是透过非法途径 进入美国居留 当中滲透着共产党的特务 当时他们就马上就是跟这个媒体做宣传 就是说有很多的中国人 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人 到这个美国来跳船 他们就是慢慢要把整个美国 take over 这么一来 美国的人民当时就是很怕共产党 你一听就觉得好像每一个来的人 都是共产党 1956年 美国政府推行一个坦白计划 要求以非法手段入境的人 主动交代身份 三年之后 进而宣布坦白的人可以得到特赦 不过不少华人后来发觉 政府这样做是想引蛇出洞 你叫我来坦白是关于移民的事 但他问就不是 他问是文清的事 文清是人事的事 麦理谦是谁 他做什么 我说你叫我来坦白是关于我移民的事 有关第三者 我说我没有权利和他说话 1962年 联邦那边又控告我了 因为你是先前共产的 我们不欢迎你 你没有身份你应该离权 把这个移民跟这个调查共产党联系在一起 比方说你是明清的 或者你是华侨日报的有关的 那好我就把你定住 然后我来查一查 你是不是在移民上面做过一些手脚 如果是的话 或者你家里的人是用了假执 或者是你的亲戚给别人做过假执 他都可以用这个办法把你先牵犯回去 我来查看 温大村被判驱逐出境 他不服上诉 结果官司打了近20年 直到1982年才上诉得席 拿回居留权 在这段白色恐怖时期 联邦调查局经常在唐人街抽查审问 甚至上门突击调查 令唐人街的华人终日处于惶恐之中 韩战期间 左倾的工人组织 华侨医馆联合会 和他们有份经营的华侨日报 也因为抵触了战争期间 严禁向敌国汇款的法例 而被检控 伊联会的会议 往家里面寄钱 政府就说它违反了与敌通商法 南洋银行和中国银行 都是在这个华侨日报上登广告 因为它有这个会对的业务 那后来联邦政府起诉华侨日报 就说你在这个报纸上登这些广告 它主要是指的是中国银行的广告 那它也是援引这个与敌通商法 《华侨日报》的主编梅参天 和报馆另外两个人 因为与敌通商法被拘留判监 数千个订户也被牵连受到调查 当中包括医联会的骨干成员譚玉文 谭玉民先生他也受到联邦调查局的人员的干扰 这些人就老问他同样的问题 说你为什么要读华侨日报 你为什么老读华侨日报 你和这些人 也这些共产党有哪些联系 就这样每天每月 长年累月的就老问他这样的问题 我想他最后是受不了 精神崩溃 他就自杀了 就跳那个布鲁克林桥 联邦调查局对一联会监视 一直到了尼克松总统将要返华 所以是在1971年底 联邦政府才结束了对一联会的监视 尼克逊访华之后 中美两国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 美国对华人左派团体的打压 也逐渐告一段落 一年五星红旗 昔日代表通姦卖国 到今天在美国大城市的唐人埠 随处可见 不过中美之间的角力 其实从未间断 危机甚至是与人俱增 我今年90岁了 老实讲 最近这十年的发展 使得我十年以前 比较是一个对于前途 是一个乐观的看法 现在不那么乐观了 因为我觉得 中国变成世界一个最最重要的强国以后 美国跟中国的未来的关系 里头有很多的危险的地方 如果这个不解决的话 我想是21世纪人类历史上的大灾难 在这些碰撞里头 我希望 我也相信 华裔的美国人 可以起一些正面的作用 经过百多年来的扎根 昔日的异乡 今天已经成为众多北美华人的家 能够积极融入当地社会 享受自由平等的生活 静静是当年远到从洋的一代人 为后辈努力奋斗的目标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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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